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用计算机绘制图形的时候 经常用到下面这些辅助的绘图工具 普桌和三格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正交和极轴也给大家讲过了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象普桌 对象普桌它通过对象普桌可以捕捉到一些特性点 这些特性点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选择几个重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我们为了设置 把光标放到对象普桌按钮上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选中设置 这里面可列出的点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图当中的可以普桌到的点 但是前提条件呢 是要把前面的小钩给它选中 这样的话在绘制的时候才会捕捉相应的点 如果没有选中的话 我们不会进行捕捉的 前面是在捕捉的时候 如果出现某一个标记的时候 对应的是后面这个中文的一个解释 如果出现这种三角的符号 那么代表捕捉的是终点 这里面我们可以全部选择或全部清除 一般情况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呢 不会选择全部选择 因为会有的点呢是重合的 所以既是端点也是圆心 这样的话在制作当中呢会互相干扰 所以说我们把藏的点选中就可以了 这里面端点很好理解 对于一个直线 或者说是圆弧 或者说矩形 几个角点 都会一个都叫端点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说这是端点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现在呢我想通过这个巨型呢 这两个端点呢做一个连线 那么点击直线的命令 我直接在上面到这个之后 大家看出现一个方块端点捕捉 到另一个点上再单击 然后我们结束命令 这样的话可以说快速准确的可以说出来 前提条件下的一定要激活对象捕捉 它的快捷键是F3 六键选中设置 这是端点 终点呢是一个条直线的终点了 还有圆弧的终点等等 圆芯很好理解 是一个圆弧或者圆 椭圆的中心点 节点 节点呢我给大家讲过 节点呢 是通过这个计算机标记出来的一个点 叫节点 焦点很好理解 硬核两个相交叉的都叫焦点 验身呢 代表是验长线的 在这里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首先选中这个延伸 然后点击确定 例如说 现在呢我们这里面画一条线 我要用这条线呢 我把正交关掉一下 我要用这条线呢 在这条线的验长线上 这样的话呢 当我光标放多点显示之后呢 我这鼠标向要移动 大家看会出现一个虚线的一个状态 正如说呢已经开始进行延伸 我们单击然后呢结束命令 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这条线的这个端点 在这条直线的验长线上 这是验身 重新激活设置 插入点 插入点是我们在定义块的时候 块的插入点 垂足 垂足呢是一个90度交叉的状态 我们选中 例如说线上想过这个直线的一个顶点 做这条线的一个垂线 那么还是激活直线的命令 Hello 先捕捉这个端点 然后呢 当我快到这直线的时候 大家看 大致的位置会出现一个垂足的标记 我们单击左键 这样的话可以做出它的一个垂直的线 切点 相切这么一个点哈 给大家演示一遍 选中切点 右键确定 例如说呢 现在对于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想过这个顶点 做这个圆的一个切线 我们点击直线命令 先捕着这个矩形的顶点 也叫端点 然后呢 大家看 当我到达这个圆的边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切线的标记 然后我们单击一下 然后我们结束命令 空格键 这样的话大家发现 它已经做出一个切线了 这是很好做 很好找的 而我们用手绘的时候 要先来说要麻烦一点 这个呢 这个点呢 计算机就会帮我们找到 这里面还有什么最近点 最近点是什么含义呢 是指线上的一个点 或有圆上的一个点 我把其他的去掉下 选中 大家看 我当 例如说 现在我随便点击一个命令 大家看 这条线上硬核一个位置 都会出现这种最近点的标记 在硬核一个位置都会进行标记 它也就是它上面的硬核一个点 它上面一个点而已 一般情况大家记住 在做头当中 不要把这选项勾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选项勾上之后 大家发现硬核位置都会捕捉的 会影响我们这个做图的 这里面 外观焦点 外观焦点的是指三尾上的两根线 在某个角度观察时候呢 它们是相交叉的 这叫外观焦点 平行 是做平行线时候用的 选中平行 确定 例如说 现在呢 我想 过这个直线的 这个端点 做这条线的平行线 我们点击直线命令 辞取端点单击 现在脑子要线的位置不能确定 我首先在这个线上晃一下 大家看 出现平行的标记 我们回到这个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虚线 也就是说呢 进行这个方向的捕捉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这个长度直 用直线绘制的方法 也可以直接鼠标左键单击 然后我们结束命令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 它的一条平行线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